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子山 我们继续查《旧约圣经》 小先之书之一的《撒加利亚书》 在上一集 我们查完《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 现在下来的有第六章的经文要查 就是第九至第十四章 最后这六章经文 主要提到有关尼赛亚的预言 或者我们先看看 《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一节 和十二章一节的经文 《撒加利亚书》九章一节 耶和华的默示 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式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 铺帐铸天建立地基 做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咦?这两节经文的开始 都是提到耶和华的默示 那你知不知道默示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你以前讲过 默示有重担的意思 每当神的信息 临到祂被呼召的先知 你以为先知就有很重的负担 要将这个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好记性哦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开场白 把《撒加利亚书》最后六章所传达的信息 分为两大篇 第一篇是第九和第十章 而第二篇的信息 就是十二至到第十四章 那第十一章又是怎样? 第十一章的经文讲到一场戏 耶和华要撒加利亚先知 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 一个是好的木人 而另外一个就是坏的木人 哦,原来是这样 我们开始查第一篇的信息 主要预言审判列国和复兴以色列 先是审判列国的预言 一起看《撒加利亚书》的九章 一至到四节 《撒加利亚书》九章一至到四节 耶和华的默士 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式 和靠近的哈马 并推罗西顿 因为这二成的人大有智慧 推罗为自己收足保障 储蓄银子如沉沙 堆起精金与街上的泥土 主必赶出它 打败它海上的权力 它必被火消灭 经文提到的哈德拉地 大马式和哈马 都是当时阿兰国的城市 而大马式更加是阿兰国的京城 阿兰在北国以色列的北边 人民十分之强悍 时时都侵犯神的子民 经文也提到推罗和西顿 这两个名字很早就已经在 《旧约圣经》出现过了 它们是地中海东岸很出名的海港 有海上霸王的称号十分之繁荣 是的 先知形容 它们的银子和精金就像沉沙 好像街上的泥土那样多 不过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他们都会被消灭 圣经再一次教导我们 《旧约圣经》也不再有居民 师生子必住在阿兰特 我必除灭菲利士人的骄傲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 和牙齿内可憎之物 他必作为如性的人归于我们的神 必在犹大将族长 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 这里提到的阿什基伦、加萨 以甲伦和阿德什 它们都是菲利士在地中海东岸 沿海的大城市很出名 是菲利士人引以为傲的 菲利士人曾经在加南地 洪霸一方、圣极一时 到了后来 加南地也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巴勒斯坦 哦,原来是这样 巴勒斯坦的英文名字是Palestine 而菲利士人的英文就是Philistine 两个名字的确是很相近 自可惜菲利士人很空残 时不时就欺负神的子民 所以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 他们的命运就跟耶布斯人一样 至于耶布斯人的命运是怎样呢 子山,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嗯,根据撒母义记下第五章 耶布斯人本来是耶路撒冷的原住民 非常之傲慢 当大卫皇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布斯人看不起他 说他就连弄的强的弊的人都可以打赢他 结果大卫皇不单只攻陷了耶路撒冷 还将他建造成为京城 至于耶布斯人 至于耶布斯人他们降伏成为以色列的属民 为他们复奴役 谢谢 在这里 先知预言 傲慢的菲利士人将来会受到同样的惩罚 在这里要补充一句 这两段经文提到的国家和地方 都是神指问在秘鲁之前的敌人 撒加利亚先知有关神要审判这个国家的预言 后来又如何实现呢 根据历史的记载 神用希腊的阿历山大大帝作为他手上的刀 去审判这几个国家 当先知发预言的时候 波斯帝国还是当时的霸主 不过就一直都没办法打败希腊 一个所向无敌的波斯帝国 竟然没办法打败希腊 将来一定是后患无穷 在主前的333年 希腊的阿历山大大帝兴起 他由马其顿进去小亚细亚 将波斯帝国的军队打败 他继续向南推进 经过敘利亚 即是以前的亚兰国 进去巴勒斯坦 占领推罗、西顿和菲利士 最后去到埃及 成为一个跨越 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 当阿历山大大帝攻打这些地方的时候 相信当地的人 一定好像经文所说的 惧怕、痛苦和蒙羞 不过从中我们仍然看到神的怜悯 经文的第七节说 菲利士人会好像耶布斯人一样 有余性的人被犹太人同化 经拜耶和华 所以神单止怜悯他的子民 就连外邦人都有被拯救的愚民 既然回归的犹太人 亦住在巴勒斯坦地 他们会不会受到希腊人的攻击呢? 答案就是撒加利亚书的九章八节 撒加利亚书九章八节 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 使敌君不得任意往来 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 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当列国被惩罚的时候 神会保守他的家 也就是会守护耶路撒冷 在他四围安营 对啊 根据历史 阿历山大大帝 没有侵犯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也没有毁坏圣城 就正如预言所说的一样 有人说 因为犹太人拥护阿历山大大帝 所以他没有征服耶路撒冷 不过作为基督徒 我们坚信 背后一定有神的保守 好 禁课的查经就停在这里 子三带我们祈祷 好啊 我们一起祈祷 慈爱的天父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的确是我们莫大的福气 当年你的子民不懂得珍惜 没有好好的信从你 以求你 以致自讨苦吃 我们一定要引以为监 信服你的子 以成为蒙福的人 祷告 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好 我曾经许是 祷告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